大一點 好像沒有比較大 這讓它堵紗 麻蹄鴿那裡要不要拖刷 拖刷就不可以了 裡面會有紗 來,看這個什麼是麻蹄鴿 人家說麻蹄鴿最多的洗 要收三個塊 麻蹄鴿有什麼要洗 你沒有要洗乾淨 麻蹄鴿那多少 麻蹄鴿最小顆的是和弦 淡水弦 那這個是這麼大顆 這個大 這是麻蹄鴿 這起碼要養幾年 一年、兩年、三年、四年、五年 像這一顆就要養五年 還要養到六年 還有比這個還大 一顆麻蹄鴿有半斤有十年 很大 那麻蹄鴿以前不叫麻蹄鴿 也不叫洪士弦 剛剛那個曾貞彤先生 繞回來 捕回來的時候 要問孫中的長輩 問他說 那這個是什麼東西 他說了一句 這個叫做 有沒有聽得懂什麼是 文革阿菇 一邊聽說 茶的福古公 福古公 聽得懂嗎 福古公 一邊聽說 茶的福古公 這是文革 文革的舊舊 他已經陰阿菇 文革阿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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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是洪士弦 那剛開始還是大家都不知道 那這一顆呢 這顆就是真的 文革阿菇 這個是文革喔 這個不是馬蹄鴿 文革有這麼大嗎 這是是不是有改良的 秋馬蹄鴿 有的遊客有的夢喔 這是不是進口的 這不是進口的 那不是進口的 那可能是大陸過來的 也不是 這是改良種 也不是改良種 這是原生種 銀林嘉義台南 在海邊就有的原生種 那原生種 為什麼很多人都沒有看過 那這種東西有吃路 去抓回來 自己吃 吃不完傳統市場就罵 那所以 是在 啊 就是都市裡面的 就 可以說 前人都 通通都不知道 有這一種東西 後來這是曾先生 他本來是在台北當警察 後來他覺得 警察這條路不是他要走的 因為他有 價值企業 養殖業 還有馬蹄的買賣 他的爸爸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他回來 接他的生意 所以就回來 但是馬蹄慢慢轉移到大陸 活潮 等於他在馬蹄這一塊七塊裡面 還有賣飼料 等於說 生意不太好 所以發現了這個馬蹄隔 所以他覺得這個馬蹄隔 如果前台灣 從高雄到台北 整個市場 我如果研究起來的時候 整個市場都是我 所以他就有這一種眼光 所以他研究了馬蹄隔 讓他研究成功 還有十分馬蹄隔以外 他現在還研究一些生蠔 那路客有過來說 東北有三寶 我們生豹皮無辣椒 那你們一面口腹有什麼三寶 我說有馬蹄隔有生蠔 也有馬蹄隔烏魚竹跟生蠔 馬蹄隔是一寶 其實口腔的寶 很多養殖略都是寶 你們到那個 等一下我們到那個旁邊 等一下要到那個 成龍師的時候 看了兩邊 就知道寶在哪裡 在那邊長草 那些都是寶 可以拍照 作品 作品教一下 那看一看這個生蠔 這根生蠔 沒有那麼大顆 生蠔是什麼養殖的 我不會弄施 就這樣看一看 生蠔那就是 養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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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養蠔 就是整串的 那整串的蠔 就是小小的 長長的 那生蠔就不一樣了 它所要養的生蠔 就是從蠔裡頭 挑選出來 比較好 比較大顆的 比較張得開的 再把它單顆養 放到水裡面 下面是養蠔 上面是養生蠔 經過一年以後 五顆 生蠔 像那麼大顆 每一顆 可以 在餐桌上 可以賣到五十塊 這是 做生意的頭腦 所以這個人 不簡單 很簡單 為什麼要上下養 上下養是有排泄物嗎 有排泄物 蠔蠔 蠔不會有什麼排泄物 可是我說 它為什麼要放在蠔蠔上面養 才不會亂被土地 蠔隔是走 躲在地底下 那生蠔是在 谷的上面 一級兩得 一降二個 幾個國 還有幾個 好 好 請各位 這個廢師 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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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